在中世纪,萨姆尔汉是艾米尔提姆帝国的首都 萨姆尔汉是维宇丝绸之路的中心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科学、文化、艺术和文学以及市场活动的中心 你知道世界上最高贵的广场在哪里吗? 那就是萨姆尔汉的雷吉斯坦广场 雷吉斯坦有三座建筑组成 乌鲁伯、谢尔达尔和提拉克里伊斯兰学校 乌鲁伯伊斯兰学校建于1417到1420年 伊斯兰学校有两层,55个房间和四个角落的大教室和入口 谢尔达尔伊斯兰学校建于17世纪第一个半年 是乌鲁伯伊斯兰学校的代表 提拉克里清真寺的大殿装饰着黄金和大理石图案 雷吉斯坦广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乌鲁伯格斯坦独立后对这些古迹的修缮和保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今天承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并在古迹伊斯兰普迹 它是乌鲁伯格斯坦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 很多局势文明的建设都与爱而成 比如比比哈努木清真寺 比比哈努木清真寺与阿米尔提摩尔的城契比比哈努木的名字有关 这座独特的建筑是根据阿米尔提摩尔的法令建造的 位于庭院中央的巨大的大理石阅读家是未念古兰经 在15世纪中根据阿米尔提摩尔孙子乌鲁伯的法令制作的 由于阿米尔提摩尔在建造清真寺时正在进行军事旅行 宫殿的建设由比比哈努木全权负责 于是它被称为比哈努木清真寺的原因之一 有一个地方被称为地球的布朗熔岩 你知道在哪里吗 就是谢赫金达陵墓 谢赫金达被依偎活的国王 天沫尔后代的坟墓就在这个地方 撒马尔汉最著名的工匠和工程师们参与了这些陵墓的建设 陵墓的图案既美丽又独特 2001年谢赫金达陵墓被联合过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传名录 古儿艾米尔陵墓被工人为东方建筑的独特典范 这座陵墓建于1403年 米尔做乌鲁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 他把这座八角的建筑做成了埋葬天沫尔后裔的陵墓 1405年他被安葬在这里 根据艾米尔天沫尔的遗嘱 他的老师米尔塞伊德巴拉喀的遗体被转移到他的陵墓 并被放置在艾米尔天沫尔的棺材之上 这是天沫尔尊重他的老师的一个生动例子 1449年米尔做乌鲁伯被残忍地杀害 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遗体被安葬在古尔艾米尔陵墓 这里是中世纪时期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天文台之一 乌鲁伯天文台 米尔座乌鲁伯天文台是15世纪建筑的罕见标本之一 天文台建于1420年到1429年 有米尔座乌鲁伯下令建造 它长30.4米 有三层 它有十多钟不同的天文仪器 太阳、月亮、行星和单个恒星 是使用在天文台内非常大的仪器进行光测的 米尔座乌鲁伯通过这个天文台进行了诸如确定 一年中的天数、日式和月式 行星运动理论等科学实践 米尔座乌鲁伯最大的天文学作品 Zijikoregoni就是在这个天文台创作的 天文台还有一个图书馆 内墙上挂着一张天空图 一张星星、山脉、大海和国家地图 地球的图像是经过处理的 你知道中亚丝绸之路文明的心脏在哪里吗? 那就是萨姆尔汉 上海合作组织第二十二次分会在萨姆尔汉丝综之路综合体举行 永恒之城、综合体内有绘画、工艺美术、珠宝首饰、民间工艺作坊、东方集市、民族服装画廊、图书馆、墓偶剧院、其类学校等 萨姆尔汉丝综之路综合体宽212公顷 拥有8家现代化酒店和会议中心、永恒之城综合体、圆形巨场等设施 每年可接待游客多达200万人次 此外,乌兹别克斯坦计划在5年内将游客人数增加到900万人次 2022年3月18日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在萨姆尔汉盛大启用 航章楼一一本打开的书的新式制作 建筑物的屋顶描绘了新作 它每小时可服务多达800人 每周可服务多达120个航班 象征着科学家米尔作乌鲁伯的主要作品 提醒了解出的天文学家米尔佐乌鲁伯 对科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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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